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NASDA指数 它 终于跌破这个12000点 跌破 然后呢,就形成新的52周 新低 这个是昨天 呃,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NASDA已经是进入 这个熊市 Bare Market 这个是用这个 如果是跌破20%的话 它就是进入熊市 从顶部跌下来20% 嗯 现在把后炮一下,如果 其实它在跌破这个200天均线的时候 就已经是开始了 这个时候 200天 跌破 曾经 打 呃,企图要挑战 不成功,又跌下来 又在挑战,还是不行 又跌下来 这个就是这200天均线的这个 呃,主力线 已经是了,两次都是不成功 而且呢 low,low,low,low 整个形态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其实 放空可以,做多就不要了 呃,现在它支撑呢 肯定就是这一条了咯 这个 11000点 啊,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immediate support 呃 这,根据这种形式之下 我觉得它要 它有机会是达到这个 11000点 然后在这边看一下有没有支撑 呃,一个反弹 一个死毛跳啊 不是,不是弹上去 是死毛跳 一个跑,跑命波 呃,逃命波的机会 11000点吧 ok 那我们就继续观察 这样它 会不会往下掉 直到这个11000点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有一个死毛跳 或者是类似的一个动作 呃 那时候就可以做反弹 但是基本上呢 这个是一个空头的架构 呃 放空吧 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long了 ok 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